好 今天新聞重點還是持續要來關心 是有關於日本地震的後續報導 第二批從成田機場返回高雄的旅客 在昨天晚間10點10分 是降落在高雄的小港機場 旅客一下機之後就說 回家真的很好 因為呢 他們用的DV也記下了 當時候地震的時候 電線桿搖晃的情況 還有旅客呢 是見到了平安歸國的家人 送上一個大大的擁抱 那時候就感受到地震 看到那個外面電線桿一直搖晃 電線搖晃 還一直搖晃的話 地震怎麼那麼大 錄影機記錄著地震當時天搖地動的情形 40人的旅遊團到日本旅遊5天 沒想到玩到第三天就遇到超級地震 斷信嘛 斷信找不到 所以他到時候嚇壞了 他說傳簡訊給我 家人報平安的簡訊從前天流到現在 就是要等到見到家人 才能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連小朋友也感受到這次地震的威力 見到媽媽趕緊上前擁抱 歷經天災的每個人 此刻真的感覺平安回家真好 中心新聞基建科技區會文 SNG小組高雄採訪報導